舞台的夾星 然後很歡迎今天大家就是熱情的來參與 就很空氣現在有一個微塵正在進行 然後大家就忘記叫大家穿彩虹了 你也不要想 因為聲援也想 好然後那個 因為今天我們其實有分三個議程 那我們進行方式其實是希望說 讓大家能夠先聽 就是希望讓每一位舞台人 都針對每個議題稍微發言 講一下他們的看法以後 大家可以針對自己有的一些問題 就可以現場做提問 所以就是進行方式可能就會比較有彈性一點 那分為三個議程 第一個議程是比較希望針對 就是說到底 因為其實從318時間開始 很多的對於運動很關心的人 都走上那裡頭自己做直播自己做採訪 那在這一段過程中 很多人都發現說 好像他是公平自得 可是他在採訪過程中 例如說他想進醫院的時候會被阻擋 或者是說不管是公平自得 或是一般的自己的 其實在我們每個派遣會在抗議的現場上 會被警察阻擋 不讓他拍攝 那在這段過程中 其實我們後來的一些警察後面 也有一些討論 就說到底這些問題該怎麼辦 好像這些東西也談了很多年了 可是好像都沒有一個什麼結論 然後每次談都會說 公平自得有採訪的權利啊 然後可是呢 遇到現實上遇到的狀況的時候 都還是一樣會被阻擋在外 那所以大家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聽一聽 就是其實過去也曾經很長時間 在採訪律動的記者 來聽他們的看法 然後大家有些經驗的交流這樣子 好那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4位講者 首先第一位坐在這裡是吳東吳大哥 他現在是獨立媒體公共協會的理事 然後待會大家可以各自再介紹一下自己的經歷 那第二位呢 好 第二位呢 是寶寶記者孫崇瑜 孫大哥 然後第三位呢 是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的執行長 張執行長 好 然後第四位是我們那個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記者 楊娟如 他每個單位的名字都會有點吵 所以可能就是 這時候再硬著都會覺得非常的混淆 那 那 就是因為台版會台不下 對 口罩很簡直 那好 我們現在的那個 第一個議程 我們有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有 稍微你們一些 就是提問這樣子 那 趙大哥到場了 好 那是那個蘋果的趙大哥 他待會我會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 之前的經驗 被捕的經驗 被捕 破 破 那首先我們先會簽這個第一個議程 第一個議程其實是想要談的是說 到底公民記者跟一般的記者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或是說公民記者他有 當他想要去採訪的時候 他有這個權利嗎 因為其實我們發現說 當大家在考驗這個時候 其實內部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會認為說 記者可能還是有一定的特權 跟一般的民眾有些不一樣 那有些人可能會認為說 只要我是一個公民 我想要了解社會議題 我就應該有我的權利 有資的權利 我應該去採訪 不應該阻擋 所以大家也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我覺得可能就會先請四位講者 針對自己的觀察 或是自己的觀點 來各種談一下 在第一個議程上 就是說公民記者跟一般記者的權利義務 那這部分我們稍微會比較希望談的就是說 到底是誰可以擁有採訪的權利 那公民記者跟獨立媒體也會說 好像是有一個立案登記的商業媒體的記者 是一樣的嗎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人人都可以是記者的話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去確保報道 如果有些人他不是 他就說他自己就是一個公民 他就是個記者 可是他有些人會說 那可是他上去 他去現場 他隨便亂寫怎麼辦 然後他傳出去說他是記者 那大家會不會就都看到一些不正確的資訊呢 或是說有些人會認為說 實務上可能做不到啊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們說 大家都可以去立法院 好如果每天一堆人都全部都要去立法院採訪 那會不會就變成說 要問立委說一堆人擠在上面 這樣子可行嗎 會不會在實務上其實也很困難做到喔 那或是有人會認為說 好在氣暴的現場 如果我們開放幾個記者進去採訪 可是如果所有人都進去 會不會影響到整個 例如說氣暴現場的一些主力的流程啊 或是會不會影響到現場的一些秩序 那當然也有些人會認為說 記者會被我們期待要要求他負起社會的責任 如果今天所有人他都說他自己是記者 他隨便亂寫 可是他都不用負責啊 像我們現在可能會看到說 有一些媒體記者可能大家還會批評說 他是不是隨便亂寫 或是說他可能要為他的組織負責任 那組織可能會給他一些規範 那如果是一般的記者 這樣子會不會都沒有任何的規範喔 那也有人會認為說 公民記者如果都跟一般的所有人都一樣 那是不是其實我是行動者 我也是記者我也是公民 其實也都不用什麼區分喔 好像這樣也有點怪怪的喔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的談判會認為說 是不是還是要有一些區分 那不過如果我們來談說 如果只有記者有特權的話 其實也會有些人問說 那誰有這個權力來決定誰是記者 因為現在的看起來好像都是說 你登記了一家公司 你有一個記者證 或是說你有一個名片 然後你就會是記者就可以去採訪 那這樣是不是意味著 如果說今天是一個沒有財力 成立一個公司的媒體 那他們是不是就沒有權力去當記者去採訪了 所以是不是在如果有記者有特權的時候 我們就得問說 那到底誰來決定誰有權力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些我們看到的討論 那如果大家待會兒有針對這些討論 有些不一樣的看法 或是提問也可以繼續問喔 那我們就照順序好了 就是請那個 東大哥先回去 還是你們要採權 也可以啊 或是點名啦 就是拖完水以後點名 下一位 各位好 我是獨立媒體體會 是這個名字嗎 我有點忘記那個 其實會有一個理事 但是其實我根本不是一個公民記者 也不是一個就是大家 就是一般認知上的獨立記者 我的工作是在東方電視的公司新聞網 公司新聞的立體中心 然後就是有個比較簡單的名字叫PMA 那為什麼我會到獨立媒體呢 就是會跑到獨立媒體協會去 大概是因為他們覺得PMA比較像獨立媒體 那所以這就 怎麼講 就是說獨立媒體或公民媒體 怎麼定義 就是現在在 外面在談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很多種鑑定的方式 有的說喔 你是公使 所以你不應該跑到獨立媒體這一塊 那有的說喔 因為你 這種談判很籠統 我是講外面的認知 不一定是我的看法 因為我其實自己目前也沒有一個很確定的看法 就是說 因為你報導的議題是比較 這個 跟 主流媒體比較不一樣 可是那個範圍應該好像叫另類媒體 如果從這個報導的內容來界定的話 好像應該是這樣 不論如何 反正 就是 就 獨立媒體協會在 在 就是 就有邀我 說要來參加這個協會 然後就參加了 參加了之後 就莫名其妙會選上一次 大概是這樣子 那 可是我到底要回答什麼問題 謝謝 對不起 可以跟大家提到嗎 剛剛嘉欣問的 就是我們現在第一個要討論的是說 公民記者跟一般記者有什麼不一樣嗎 然後你剛剛有講到說 這個 怕說 如果沒有認證過的記者 會提供不正確的資訊嗎 會不會有這個疑慮嗎 可是我想問大家 難道你們覺得你現在主流媒體提供的資訊都很正確嗎 也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 這好像 不是個問題 然後又 又有談到說 如果 這個 一個 比如說立法院 或者氣爆的現場 那有一堆人要進去採訪的時候怎麼辦 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 這都是協調的問題 以前那個老三代的時代 我沒有那麼老 邱里有這麼老嗎 有 就是只有老三代或只有三大豹的時代 好 三大豹是指什麼 你們知道嗎 中央 中央 對 我待過三大豹其中的中央 那 可是那時候它已經變小了 已經不是很大了 就是 在那個時代很好協調 對不對 因為記者就是這幾個嘛 所以不用協調 那後來 Cable出來的時候 也是協調了一陣子 大家就相當無私 也不是相當無私啦 就是說 形成一種 恐怖平衡 就是 擠來擠去 然後 然後炒來炒去 炒來炒去之後 才分配說 我們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 這個 很多攝影機進去的時候 大家站一排 然後 然後 人出來的時候 不要跑到前面去 可是 其實現在 就是在那個時候 其實也發生過很多衝突 就是說 這個 從媒體很少 到媒體很多的時候 都 都經過這樣的 就是衝突 跟協調 然後最後就慢慢形成 一個比較 相安無私的機制出來 那 到了最近就是 最近幾年有所謂的 公民記者這個概念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 拿了 拿了一台 攝影機 現在可能拿了一台 手機 就 就去採訪 那 的確 現在 現場是有這種 比較 就是 之前 那個時候更 你說更 更有 衝突 就是說 公民記者要去採訪的時候 然後 然後 會被 所謂的 主流媒體的記者說 你是哪裡來的 這個 之前我們PAN發生過一件事 就是在 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還在我們 PAN的周正雄 他就 不是拍桌子 就是 罵那個周氏的記者 說 什麼叫你們的記者會 這個事件 大家知道嗎 嗯 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我要說一次嗎 講一下 講一下 其實我有點忘記 我只記得我後來 那個 就是要跟那個同事 佩服侍這樣 也沒有佩服侍啦 我是跟他們講說 他也是公司的記者 他為什麼不可以採訪 然後那個記者 那個 都更 都更的新聞 王家的新聞 是林王家的新聞 然後那個 因為王家 我忘了是什麼事情 反正那邊就 就 就是王家那邊 有了一些說法之後 大家又跑到 師府那邊 去等師府的說法 那 市政府這邊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 所謂的公民記者 跟獨立記者 比較 不 現在的狀況 是 比較少跑 公駕單位 是這樣嗎 你們有跑嗎 有 蠻另類的獨立媒體 就是 我知道很多公民記者 或者是 就是自己覺得 拿了一個相機就可以採訪 比較多的是在 社運場合 那社運場合是一個比較 公開的場合嘛 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有人要查核說你是誰 因為通常在那種場合 他們發聲的管道就是 可能主流媒體 本來就比較不關注 所以有人拿去拍好像就覺得 有人去做採訪 好像大家就覺得 那應該要接納 這是一個比較開放的場域 然後 就是也比較 認同說公民記者 獨立記者這樣的概念 那可是在 在 這個 政府機關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 一來就是剛剛 那個家庭講的場地很小 後來不會不認識你 你常常來嗎 然後 我剛剛問那個 瓊 瓊 瓊瓊因為是苦勞 苦勞畢竟是一個有品牌的媒體 好 那PN也是一個有品牌的媒體 那 公庫 似乎也是個有品牌的媒體 越來越野 他就是有品牌 因為我也是公庫的媒體 所以一定要這樣講 那 還有很多就是 就是說 你沒有一個 就是 這些媒體至少 都有名片 在法院又在分階級 就是說 那個主流媒體說 我有財力 你們沒有財力 然後 你們可以說 我們 雖然沒有財力 但我們自己的起名片 那一般 一般 誰贏不起 對啊 誰贏不起 只是要不要去製作一個 很精美的LOGO 這樣子 就是說 那樣的記者 會比較 就是說 當你去一個機構 然後 你拿不出一個 所謂的 證件 或者是 名片都拿不出來 但是 但是你又覺得說 我本來就應該要有 採訪的權利 就是 去的時候 他們就會排擠你 那 那個場合就是 其實那個場合 起爭執的還不是那些 不是像好奇寶寶這樣 就是 你沒有印名片 對不對 我以前用完了 我就沒有在印 印了兩次了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好像說不出你是代表誰去 你就是代表你自己去 對不對 或者說 也許你可以說你是 PayPal公民新聞網的公民記者 對 那有的人拿不出來的時候 就是 有的人 不知道該怎麼介紹自己 的時候 他只代表他自己去的時候 就會被機構排斥 就是說 那你到底是誰 你要不要進來 我覺得這個 而且不只是機構 而且是 主流媒體的同業 那那場衝突就是 基本上就是 就是 有一群跑線的記者 在市政府那邊 然後 這個 他們就找 就是打電話去找那個 市政府的發言人 張啟強 說要出來說明 王家的 一個 就是某個事件的回應 那 是苦勞嗎 浩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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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豹 荔豹 好 荔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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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在荔豹 還有聖雄 就是PMN在的時候 在場聽到了就要跟去 我如果有印象錯誤的話 請知情的人更正或補充 那 去到那邊 然後 好像主流媒體的記者 就問了幾個問題之後 記者會就要結束了 那其實 在場有些 就是 比較常跑 這個 這個 度更新聞的 比如說苦勞 或PMN或 易報的記者 覺得說 欸 問題好像沒有釐清啊 所以就要 這個舉手繼續發問 然後沒想到被那個 就是 嚴格重視的記者就 就說 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的記者會 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的記者會 什麼叫我們的記者會 我不懂 那就是說 這是我們call的記者會 他的意思應該是這樣 所以 你們更來已經是 好 不要過度解錮 反正基本上他就覺得說 你不應該是在這個場子裡面的人 可是 如果真的要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 就是說 嗯 一般的公民記者跟 跟主流 就是到底也沒有 如果你不是一個 代表一個機構 或是你只代表一個個人去 拿著一個攝影機 拿著一個照相機 甚至拿著一支筆去採訪的話 難道就不是 難道就沒有採訪的權利嗎 我們要講的是 採訪的權利到底誰用 那記者有 記者為什麼會有採訪權利 是因為 我覺得那個權利也不是 也不是哪一個法 就是沒有任何法律制定說 記者有 才有採訪權利啊 那相反的就是 就是在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不對 我腦袋有點 空風的好 對 在草原現場 就是它是一個 慢慢發展出來的共識 就是如果 要照我的詮釋的話 就是採訪的權利 應該是 變成就是 慢慢發展出來的一個 共識 然後 它被寫在哪裡 它也沒被寫的 它可能就是寫在 憲法裡 就是言論自由保障 就是 23 對不起 是幾條 23 11 我有印出來 反正就是有一個條文 然後 然後概括被23條保護說 如果 憲法23條保護說 如果 它沒有 危害社會秩序 然後 這個 或 妨害緊急避難的話 不應該 用法律來限制這個自由 憲法是這樣說的 那甚至在 很吊詭有一個 就是 四字六八九號 大家知道嗎 四字六八九號 其實它是一個 它根本不是 它根本不是要 主要不是要探討說 這個 公民記者 有沒有採訪權利 的一個 一個 一個事件條文 它主要是講 不知道是一週間還是蘋果 有一位 蘋果 有一位 被記者去跟拍名人 然後就被 涉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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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 就是被 被裁罰 然後他們就去打這個 這個憲法官司 那 這個官司打出來 其實 結果對這個 案主本人 是不太 不太有 就是他的解釋是不有 沒有 沒有利益的 就是他認為說 大法官認為說 這個 社違法 就是 這個條文 沒有違憲 就是 它沒有妨害到 記者的新聞自由 因為新聞自由 不是絕對的 這是在 四字六八九號裡面寫的 但是很妙的是 四字六八九裡面 有一段文字 問多少時間 好 好 我稍微念一下這段文字 給大家聽 也許大家 在上面 找 四字六八九的時候 不一定會看到這段文字 因為 那個 條文好幾頁 大概還有什麼 寫同一件書 不同一件書 等等 但是它裡面有這麼一段文字 它講說 新聞自由所保障的新聞採訪自由 並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的新聞記者 是採訪行為 也保障一般人未提供具有新聞價值的資訊給公眾 或為了促進公共事務討論 以監督政府而從事的新聞採訪行為 很妙吧 就是說 一個講說 就是一個記者跑去跟監 就是跟蹤名人 去跟派名人 然後被警察裁罰 警察裁罰了之後 這個記者打 憲法官司認為他違反了新聞自由 那大法官司說沒有 可是大法官在他的解釋理由裡面 卻很妙地寫了這段文字 這樣念一遍 就是說新聞自由所保障的新聞採訪自由 不是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的新聞記者 不是只有新聞機構的記者去採訪的時候才受新聞自由的保障 一般人 他只要想要提供 就是有利於公共討論的資訊 他所做的採訪行為都受保障 那所以 這個好像 對我們來講很明白了啦 就是說 被我們撿到這個條文 然後 這個條文可以 等於是宣告了說 一般的公民其實也是有採訪自由的 那至於嘉欣剛剛提到的幾個問題說 這個 進到立法院 萬一所有的人都衝進去 因為每個人都是嘛 對不對 每個人都是 那所以 我們這堂人都覺得說 對某一場公信會有興趣 或某一個資訊有興趣 全部跑進去 那立法院會不會倒 不會啦 只會倒 對不起 立法院會倒 而且我也不信大家都有時間去了 其實新聞本來就是這樣一個行業嘛 就是說 大家在各行各業裡 就是它是一個因應需要所產生的行業 什麼需要 就是說 你平常在賣面 他平常在上班 誰平常在幹嘛 可是 有一件 大家應該要關心的事情 正在某個機關裡面發生 那他沒有 就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去親眼見聞的時候 新聞記者其實是 但是我覺得也可以這樣詮釋 它是扮演一個就是 你叫什麼 代理人吧 就是說 你們沒辦法去 好好好 我替你去 社會上產生了一種機構 就好像 這個 雞蛋的原產地在哪裡 那我要買雞蛋 我不可能跑到那裡去 所以有個雞蛋的供應商 就那個雜貨店 然後從供應商那邊拿來這個東西 繞一個定點 然後大家可以去這個定點買雞蛋 可能是Seven 可能是以前的雜貨店 那新聞記 新聞不過就是這樣一個行業 它也不是有什麼 所謂的特選的行業 只是 只是說大家覺得說這個行業很重要 於是社會慢慢形成共識說 那應該給採訪新聞的人 這樣一個 就是特殊的保障 就是說 好不好不要被 不要任意被干擾 然後資訊比較透明 那這些東西其實 如果一般人有時間去做的話 當然 當然就有權利去做 就是說 你平常只是沒有時間而已 當你有時間想去做的時候 我認為沒有人可以 就是 甚至大法官也這麼說了 在一個很奇怪的 不應該講這個的解釋裡面 他講了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我沒有想圖 我不知道他的脈絡是怎麼產生的 但是他講了這一點 那所以 剩下的問題應該只是說 我們怎麼去 產生一個比較有秩序的方式去 就是保障那個 採訪場合的秩序 因為 保障採訪場合的秩序 其實也是必要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採訪場合沒有秩序的話 採訪會不順暢 那個秩序會沒辦法順暢 就是從 比如說政府計畫是A 美體是B 受眾是C 它沒有辦法從A流到B 或者從B流到C的品質就是不好的 它要保障的是這個東西 所以剩下的應該是那個協調 就是怎麼讓場合比較有秩序 人那麼多怎麼辦 要不要推派代表進去 或者是說 要不要換一個比較大的場地 這個應該都不是問題 那個 甚至以前在 就是說 剛剛講的是機構 在災難現場 好了 災難現場其實 以前在沒有公民記者的時代 我們在跑社會新聞的時候 在他現場 如果 很多人一起進去不好的話 剛開始大家一起 就是幾個主流媒體一起吵 說大家都要進去 我要進去 然後想辦法要偷偷進去 這樣子 偷偷進去跑到新聞 才是英雄才有獨家 這樣子 從那個時代慢慢演進到就是說 好 好 那七八家媒體 只允許 一兩家進去 那就推派代表進去 出來帶子給大家 那 我覺得只是這個問題而已啊 這個資訊難道不能協調嗎 既然我們都可以從 老三台三大報的時代過渡到 我不知道幾家 那時候好像蠻多的 10家應該有吧 10家然後 10家就是20個記者 從六個人變到26個人 或就是三大報再加上其他報紙 這樣加進去 我們當然可以從 30個人 30個記者 變到60個記者 那至於就是說 從30個記者變到60個記者 有什麼好處 我 也許就是 等一下大家有更多 更好的想法 我就先講到這裡